今天我们再次来到汤大爷家 今天我们要进山区开始取蜂蜜了 汤大爷就是找的那些附近的邻居帮忙来背蜂蜜 人都还是比较多有七八个 前面都已经走了一部分人了 走吧 出发 这个危险吧 首先来的这一站 相信大家看过我们之前的视频就晓得了一个路 上一次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前面垮了 对他们说有人把这个小路修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往上去走看看 慢慢的 这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流朋友们 你们都没听到那个水流声 妈呀 妈呀 喂 这是打了一部桥啊朋友们 哇 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上一次就是那夸了 说的是这次他们打了一个桥 因为走河的的话 这个水流比较急啊 嘿你先过来 你先过来 这儿来到一个背蜂蜜的叔叔 我们问他一下看看 现在让让他一下 因为这个路只能过一个人 你背了好多啊 几十圈 走的有好久啊 走的有 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啊 他们应该也是把风养的干的 他说 就是 哦 这个路只能适合一个人走 朋友们 到处都是泥石榴啊 看不呀 哇塞 你看我背了这么多 背了这么多啊 走了几个小时啊 走了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啊 一天背着几趟 背两趟的 背两趟 背了这么多 那你们还要放个早火炉 哎 前面就是 我们的大部队 哇 一人背了个背兜 背了一个桶 拿了一个桶 哇 这到处都是滑坡地端 朋友们 你看现在的我 啊 说实在在的 哇 太累了 主要是我要拍视频 然后我又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你不看我那个汗水 我的妈呀 这儿要过水了朋友们 就这个样子拆水而上 哇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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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道来的石头走 我们刚刚从后面的水潭过来 骨子都已经打死完了 据他们说 还要采集赤水 不要叫顺道往上去走 和骨子都放进去 儿子就像中 你看我身上我褲子也打湿完了的 我也不管他 这些褲子孩子都是打湿了的 中场休息一下朋友们 太折了你看这个汗水我的妈呀 这一看我们就是很少锻炼 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水流 哇 这水真的是铝油油的呀 看到没有很鸡呀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 唐叔他说先坐上面最远点的风场 去吹风面 来呀天下 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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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片都成免人心 成地何是又 这是水路啊 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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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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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一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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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难不拆 刚刚拆了9981岁 他们说上面是一个紧口的水 害怕踩不过 然后我们就走这个山路往上去 圆着走 这样我们就顺着这个路爬 还不知道还要爬好久 因为今天我们去的是 一个最远的风场 我没有管他呀 在前面那个水流朋友们 你们看好急哦 哦 尽走地头就连绵 月儿空照千里就 海头永光被飞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不成万人不上 你来从老公里老公里 还不行吧 我看你老公里老公 老公 老公 要走火吧 走山路麻煩不得了 不不不得了 我这坐上也有麻煩 我管都没管他 多不管 我们刚刚走这个山里面 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们这位都在那里看麻煩 知道了没 要到了 都在看 我也没看过去我上看看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兔子打湿完了 先不管他吧 有啊 看吧 也不是啊 看着很无数 我感觉我找不住了 我感觉我找不住了 你看我那个汗水看看 头发都大湿的 但是不得办法 来都来得起 我们坚持 整个出炉吧 那要一个出炉吧 老盘家 都得看麻煩 哎呀 那后头脚后肝 你别穿挖子了 我没穿 我老提到了 啊 没提到 没提到 哎 哎 哇 哈哈 我也不看他 这套 这套 你们每年都在给他们提 我每年都在提 哎 这个风头有点老火 有了 哦 难吃 拆水都要拆好多道哦 朋友们 看吧 这又没点路了 这必须要拆水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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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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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